经常被爆头的人都知道 子弹飞来时是能听见声音的 今天我们就来在线试听一下 被枪毙时能听到什么声音 测试中我们会瞄准小哥头顶一米出开 首先上场的是鲁格22半自动手枪 发射点22小口进子弹 枪口出速度大概300米每秒 这样的亚音速子弹声音就像小蜜蜂一样嗡嗡 接下来听到的是UMP45冲锋枪的声音 使用.45ACP子弹 虽然枪口出速度和.22子弹差不多 但较大口径带来的声音还是有一点压迫感 下面测试的是西德少尔MCX300突击步枪 发射点300B2K亚音速子弹 枪口出速度大概320米每秒 这次消音器的效果很好 基本只能听到弹头划破空气的撕裂声 并且声音更加尖锐 接下来我们用M20三榴弹发射器 发射的是40毫米粉笔弹 这么精彩的视频一定要和女朋友一起看 说到女朋友 去默默 一个靠谱的交友神器 主打美女多没有套路 漂亮妹子都会主动联系你 兄弟们可以去试试 由于速度比较慢 听到的声音有点像飞机划过头顶 我们继续试试跟M1加兰德步枪 使用7.62毫米子弹 枪口出速度达到了850米每秒 不愧是二战银枪 听声音都有强烈的压迫感 这一发更是让小哥下意识躲了起来 最后上场的是今天的重量级选手 HS50M1反器材狙击枪 和巴雷特发射同样的.50BM巨子弹 由于子弹飞行速度超过了音速 所以我们能听到两次爆炸声 那么大家知道是为什么了 据说在车速足够快的情况下 测速相机是拍不到你车牌号 为了验证这个留言的真实性 亚当驾驶这台超级跑车 开始加速向前冲 这次他以116英里的时速冲过测速点 虽然比之前的实验速度加快了不少 但还是被测速相机开出了罚单 这样的速度显然还没有发挥出V12的全部性能 于是他们打算让教练进行实验 果然在专业赛车手的操作下 这台价值28万美元的V12 开出了136英里的时速 但遗憾的是依然被抓拍了照片 然而留言组并没有打算放弃 这次他们找来汽车界的扛把子也受好 这个拥有喷气式发动机的怪兽时速 能达到300英里 可以说是在引擎上面装了的座椅 如果他都不能逃脱测速相机 那就不可能有汽车能达到 当他的引擎发动时 身后喷出巨大的烟雾 然后就以300英里的时速冲破测速点 最终在两个16英尺将落伞的辅助下才停了下来 这闪电般的速度成功躲过的测速相机 他们虽然找到了逃避罚单的办法 但现实中没有人会开这种车上磨 所以超速一定会被开罚单 然而有粉丝提出几种避开测速相机的可行方法 分别用保鲜膜 发胶和微镜板遮挡车牌 但实验证明都是毫无效果的 所以奉劝各位老司机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据说只要车速足够快 测速相机就抓拍不到你 因为测速相机都是由雷达发出电磁脉冲 通过反射回来的信号时间差来计算汽车的速度 继而启动相机抓拍车牌后 所以当车速达到一定的数值 相机就会来不及启动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让大家安心开车 刘延祖找来一台代表米国普通车型的二手车 为保证安全 他们给汽车加装了5点式安全带 这次实验在海军基地的停机坪进行 眼前的这套设备就是今天要实验的主角 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它开出了数百万张罚弹 那么普通的小汽车能否用速度战胜它吗 为了避免测速相机检测不到速度 亚当用手持雷达测速仪进行对照实验 测试开始 几米蒙踩油门 汽车以1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冲过测速点 但测速相机清楚地拍下了车牌号 并准确地检测到车速 显然这个速度并不快 亚当认为几米的技术没有发挥汽车的最高性能 于是戴上头盔开始挑战 但几轮下来 汽车的时速都在100英里左右 并都成功拍下了车牌号 看来普通汽车是无法逃脱测速相机的模择 秉持流言终结者的传统 他们来到了专业赛车场 因为这里的赛车性能要比普通汽车好很多 这次他们挑选了一辆超级跑车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开过的评论区告诉我 他拥有6.5升的V12发动机 实验再次由亚当驾驶汽车 但这辆超级跑车价值高达28万美元 一旦操作失误 按照他的收入需要还65年 尽管他的压力山大 但仍然抵挡不住豪车带来的快感 为了避免子孙后代成为车奴 教练会全程陪同在副驾驶 一切准备就绪后 汽车掉进水中 只有等水完全淹没汽车之后 才能打开车门逃生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之前的实验已经证明 在水完全淹没汽车之前 外面的水会对车门形成巨大的压力 导致车门无法打开 那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打开车门呢 疯狂的老外开始了第二轮实验 首先他们决定尝试在水淹没鞋子的时候打开车门 很显然这时候水对车门的压力还很小 亚当很轻松就将车门打开 接下来他打算增加汽车入水的深度 但已经无法推开 只能用身体抵住车门 使上吃奶的力气才勉强顶开 事实证明 最好在水淹没膝盖之前打开车门 否则就可能性命不保 为了让结论更加准确 他们打算冒死做第四次实验 让水将整个车窗淹没 看能否还能打开车门 然而和预想的一样 尽管亚当还能呼吸 但车外的水压太过强大 车门死活都打不开 但总有钻牛脚尖的粉丝提出质疑 打开窗户不行吗 为此亚当忍痛将自己的车门卸了下来 并将350磅的砝码压在车窗上 以此来模拟在两英尺的水中 受到相同大小的压力 但无论是电动车窗还是手动的 都无法将车窗打开 接着他们又尝试使用随身工具敲碎玻璃 但钥匙和手机都无法对玻璃构成威胁 甚至用钢头皮鞋踹也同样失败 最后吉米拿出逃生锤和弹簧打孔机 他们都是专业用来破窗逃生的 让人意外的是 这两个小东西竟轻轻松松就能将玻璃敲碎 所以 有条件的家庭不如在车里被一个这样的逃生锤吧 关键时刻能救一车人的性命 据说如果汽车掉进水中 车上的人就必死无疑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验证流言的真实性 吉米找来一辆完好的汽车 并将车头的引擎拆下 因为里面的机油会污染实验泳池里的水 为真实还原车辆落水的情况 他们将同等重量的砝码放进车头 这次实验在一个泳池进行 亚当充当操作失误的司机 而水性较好的吉米则坐在后排 在亚当推不开车门的时候提供氧气支持 为了实验的绝对安全 泳池还配有专业潜水员实时跟踪 并有医疗队随时待命 等亚当说完想说的话之后 实验正式开始 吊车将汽车缓缓放入水池 以此来模拟操作失误掉入水中 和现实中一样 因为引擎的重量 车头最先沉入水中 当水漫过车窗玻璃 这该死的压迫感让亚当呼吸开始加快 等水淹没头顶的时候 亚当尝试打开车门 但无论怎么用力 车门都纹丝不动 很快他就感觉要窒息 后座的吉米赶紧提上呼吸机 最后等汽车完全沉入水中 才将车门打开 但让人惊讶的是 虽然从水淹过膝盖到浮出水面 用11分57秒 但即使做好充足的准备 亚当也只能憋30秒 因为紧张慌乱的情绪会加快氧气消耗 所以如果在现实中 亚当早就溺水身亡 那什么时候打开车门才能逃出升天呢 接下来的实验将告诉你答案 据说卡车爆胎的威力等同于炸弹 产生的碎片足以让人伸手一出 亚当让爆胎后的轮胎继续高速旋转 看能否产生碎片击中假人 随着驱动轮的不断加速 轮胎开始冒出滚滚浓烟 并伴随着碎片四处飞溅 为了安全起见 吉米暂停了实验 但此时的轮胎已经惨不忍睹 而旁边的假人老兄却毫发无伤 看来这样的测试很难达到目的 但通过摄像机可以看到 有些碎片飞出近200英尺远 于是他们打算直接发射轮胎碎片 为了让碎片达到爆炸时相同的速度 他们重新制作了发射支架 当霍卡启动引擎加速到40英里时 吉米将之前的爆胎橡胶片送进两个轮子中间 碎片瞬间被发射出去并击穿了前面的木板 如此大的冲击力让两人惊讶不已 如果击中人的头部将会怎么样了 由于没有人愿意测试 亚当只能使用组织替代胶质做了一个假人 并用猪骨充当人体脊椎 随后将它放在碎片飞出的正前方 看碎片能否击穿车窗玻璃后让假人伸手易出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货车开始加速 当时速达到40英里的时候 吉米将碎片送进车轮 这次碎片不仅轻易击穿了车窗玻璃 还将假人头直接撞飞 甚至连脊椎都被撞断 如此巨大的冲击力是很有可能让人伸手易出 所以奉劝各位老司机 真爱生命 远离大货车 轮胎爆炸究竟有多恐怖 先看这两个视频 所以有人说 爆炸的车胎相当于炸弹 产生的碎片能将人伸手易出 为了验证这则流言 亚当和吉米打算用这辆货柜卡车进行实验 但让行驶中的卡车轮胎爆炸非常危险 于是亚当设计了一种类似汽车跑步机的装置 将小卡车的车厢去掉 并将后驱动轮放进土坑 然后将实验货卡的轮胎压在驱动轮上 只要启动小卡车的引擎 货卡轮胎就能在驱动轮的带动下旋转 这样就能模拟实验卡车的行驶状态 实验前他们将假人老兄摆在车胎旁边 以此来验证车胎爆炸能否让人伸手易出 首先他们打算枪击轮胎的方式让其爆炸 但这一次只听到轮胎漏气的声音 并没有发生他们想象中的爆炸 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子弹击中瞬间轮胎没有任何碎片飞出 因此假人老兄毫发无伤 紧接着他们进行了第二次实验 为了确保轮胎发生爆炸 亚当用打磨机磨掉轮胎表面的橡胶 让里面的钢丝暴露在外 使其达到磨损爆炸的临界点 然后用加热器将轮胎慢慢加热 并减少胎压 因为这样能使轮胎产生扭曲变形 从而发生爆炸性解体 倒霉的假人老兄再次被推上刑场 然后启动小卡车 但十分钟后 尽管温度已经上升至200度 但还是没有出现爆炸的迹象 亚当拿出充气泵打算给轮胎增加气压 看这样能否让假人老兄伸手一处 然而这次还是失败了 虽然发生了爆炸 但只是从切口处裂开 显然这样的情况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接下来他们将要进行最残酷的终极实验